当选的尹齐悦主张修复韩美同盟跟韩日关系 主张追加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 推动南韩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想要废弃文在寅政府 为了修复跟中国关系而提出的三步原则 那什么叫三步呢 就是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 不参加美国的飞弹防疫体系 不加入美日韩美日韩军事联盟 然后在经济上 他要求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那他曾经炮轰文在寅政府对中国太软弱 那这个输掉的这个李在明 说应该要发展跟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增进韩国跟中国两国实质的合作 今天韩国这个大选很有趣 就是说他们投完票之后 就根据统计 有50%以上的人讨厌你自己 讨厌我自己投的那个人 对 我投他 我还讨厌他 我很讨厌他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还是只能投他 就是呈现一个 对 更讨厌 就是讨厌的比较级 然后来选择一个做出我的总统 两个烂苹果 我选了一个比较烂的 好 那在这个饮食院他用0.6%赢了这场总统大选 他其实整个竞选过程就的确 亲中这件事情是他攻击 现任执政党一个最重要的政见 因为讨厌中国 在韩国也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社会 70几% 对 就是已经成为大家普遍的民意 冬季奥运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手法 把人家南韩的金牌给做掉 说你的衣服不够合身 用这种莫名其妙的 就是不断的增加南韩人讨厌中国这样子的情绪 更不要讲过去的文化上面的中国 对于韩国的态度等等 一层又一层的累积印象加上去 特别对于韩国的年轻人来说是 极度讨厌中国 所以现在其实在各国有选举的国家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只要掌握讨厌中国的年轻人 你就会胜选 这个真的是屡试不爽 你觉得当选 当然主要三个因素就是反中 我觉得除了冬奥之外 这次乌克兰战争 还帮了他一把 因为不要讲台湾太担心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韩国人也看到说 今日乌克兰明天会不会是韩国 因为他北韩 后面还有复杂的中国关系 所以反中 然后疫情 还有房地产 这些是对执政党的一个原罪 刚刚讲到尹錫悦很多奇怪的争议 可是他事实上 他是一个很猛的检察官 他很猛的 他办了 他办了两个总统 胡锦惠跟李明博 而且办胡锦惠的时候 还顺便把三星的会长李在荣也办了 所以基本上 韩国这十年来 我们叫得出的大案 都在他手上 所以他还是一个很猛的人 那问题是 今天他当选之后 接下来会怎么走 刚才华英哥有讲到说 他的政策 亲美政策 其实这中国听了之后 胆战心惊 为什么几个 第一个 他想要再侦测萨德 萨德 那这个当然美国是很乐意的 那恢复美国 他的话 萨德不只保护韩国 萨德是可以侦测中国 对 他是整个中国的华北 东北甚至到西北地区 都是可以 那是帮美国拿钱包的 以前当然一方面是 文在寅不愿意得罪中国 二方面是 那时候川普执政的时候 你说你要帮我驻军 多给点军费 就是你要军费交换 可是拜登没有 如果这里两个人一拍集合 美韩的军事同盟可能进一步 而且美韩军事同盟进一步的情况 也是刚刚提到的 他会想办法改善 过去这年跟日本的关系 当你美韩日的关系改善之后 你整个东北亚的稳定程度 你这会对北京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 差一句话 可是吴思怀会生气 吴思怀在今天就已经做出了评论 他说这个尹席月的当选 是对中国的一种挑衅 因为他的路线是竟然可以亲美 他是代表中国外交部发言 对 就是怎么会有这种自以为是的 中国国防部 中国国防部 对 就是我们的国会议员 然后管道人家 韩国的新任总统 还讲人家说 你这样对中国很不友善 国民党真勇 对 国民党真的超赞的 好 那接下来苏芳老师要补充 对 我们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这次影视院要谈到萨德 其实中国跟韩国关系恶劣 韩国人讨厌中国 其实也是因为萨德 因为那时候是蒲警惠 2013年他弄了萨德系统 那韩国人觉得很无辜 我们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我们不得不做 那你中国当时是铺天盖地制裁韩国 那你这样子不是为难我们吗 而且中国一向有一种 就是我是大哥 你是我的小弟的那种感觉 所以韩国人就不满了 所以中国来讲 当然最不希望乙锡越当选 因为他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 重新恢复萨德 再增设萨德 那你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 萨德已经是中韩关系 最差的一个问题了 另外他接下来就会跟美国 更加的接近 你看那时候文在寅 为了要讨好北韩 他刻意的跟美国 军事上保持距离 那现在可能未来会更紧密 那台湾跟南韩的关系 我相信也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这一次我也问了几个韩国的朋友 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有认识一些在韩国的 算总理府里面上班的公务员 那他们就跟我讲得很清楚 他们说这次就是 两个烂苹果之争 刚刚宏英哥你提到的是 他们在国家政策上 当然现在新当选的这一位 新的总统 他的策略态度上是比较亲美 然后比较跟西方国家 西方接近 然后对付中国 包括萨德非常部署 可是为什么我说 这一次真的是一个烂苹果之争 两个候选人同时遇到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太太 都出现很大的问题 而且他们的性别意识都很差 我先讲隐习岳的太太 金剑熙 这个画面 是在什么时候 在2018年9月9号 我看这个有点惨忍 可能到时候要打马赛克 这个是一条牛 的一个 有点像萨满教的那种 邪教的仪式 然后整个牛把那个皮扒掉之后 一群人围着他 一起把他下葬 不知道在干嘛 后来被爆出就是 隐习岳的太太金剑熙 有资助这个活动 而且本来还要去参加 就是说 这是蛮奇怪的事 刚才除了传出这以外 过去也曾经被爆说 他曾经在特种行业上班 等等 但他否认 但就是泼脏水 两边嘛 隐习岳就为什么大家讲 他们全家很迷信 这个是被一个媒体拍到的镜头 就很多人说隐习岳很迷信 然后信很多法师 然后信很多奇怪的人 教他一些特别的事情 他们说这个 被拍到写一个王 说是那个法师 教他祈福的方式 然后被媒体拍到 后来当然有解释说不是 但是这个就是后来 大家就认为说 你就是在行某种宗教仪式 很特别 他明知道这样 人家会拍他还写 但后来就是在澄清 那我讲李在明他太太 李在明他太太也没有比较好 就另外一位 拜选的执政党这一位 他太太金会庆 被人家称个贯老板 是怎么样 就他们以前在当 在政府里面服务 在地方政府服务的时候 挪用公款 去买什么韩国牛肉 和豚寿司 然后个人在那边 就是吃得很爽 中华料理 然后宅配到他们家里 后来为了这事情 看出来 之前还要道歉 这是选出了李在明的太太 就是为了这事情道歉 所以两边的选举 这些事就在泼脏水 不过我最后讲 虽然说这样子泼 我想为什么 影席月最后还是会胜出 我觉得这个数字 是蛮关键的 这是韩国媒体 所做的一个民调 就是说你认为 最威胁韩国的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最有威胁 第一名你看 71%的民众认为是中国 日本降到21% 美国只有6.3% 所以民意是一面倒的认为 中国对于韩国未来的 危险性是最高 所以反中 对 所以影席月虽然说 问题这么多 太太大家觉得他们很奇怪 然后大家觉得 就是两个 讲白是怪人 可是他最后还是 在他的国际的政策上面 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那这最后还是要讲 文在寅就是 在这几年的执政当中 前任总统 对 就是因为跟习近平的关系 然后整个年轻人 是大量的失去 这次根据民调很有趣 就是现有的执政党 最失去民间的年纪 就是20岁到29岁 一面倒的支持影席月 不是喜欢影席月 是非常厌恶 现在执政党跟中国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他们这次 胜出的原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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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